美国总统大选进入倒数计时 美中关系正是以重力加速的态势急剧恶化 有人说只要美中两国不断交不开战 在未来三个月里 无论两国之间发生什么事都好 外界都不会感到惊讶 但是事实上 两国关系已经处于建交以来 最凶险的时期 正是步步地逼近断交和开战 在未来三个月里 打中国牌 都定是美国总统竞选的主族 这样对特朗普个人的竞选连任 固然是至关重要 对美国朝野主张对华强硬的共识来说 压制中国的野蛮崛起 约束中共对民主国家的制度性挑战 也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这一点即使民主党上台 也都没有可能改变 就美国总统特朗普 和他的鹰派团队二言 美国绝对有意愿和能力 在这几个月里面 将美中冲突搞到足够大 大到影响总统大选的投票意向 大到逼迫中共改变 大到甚至和中国彻底脱欧 美中外交领域的前斗将会因此而越演越烈 双方通过互关领事馆 互逐对方记者 将报复反报复的国家行为 推向越发越危险的境地 美国首先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 只是两国外交斗争的前哨战 美国显然还是有牌可打 关于这一点 情报界的分析可以证实 据德国之星报道 情报界认为 美国关闭休斯敦总领事馆的举动 很有可能 意味后续有一个非常大的政治行动计划 考虑到疫情以来 华盛顿对中国频繁发出的威胁和制裁 特别是最近披露的计划禁止 中共党员赴美的消息 可以说 这次以间谍为由的 强制关闭休斯敦领事馆的举措 只是华盛顿这个大计划里面的一部分 特朗普在决定关闭休斯敦领事馆之后 曾经表示不排除 美国会关闭更多的中国领事馆 是这样 这里的问题就是 最极端的牌 断交 会不会也是特朗普 手中的牌呢 很有可能 国务卿蓬佩奥 在尼克尚图书馆的那一番讲话 持有伏笔 邓核文有类似的分析 他说 美国可能会关闭救金山总领事馆 甚至大使馆 理由是 即使特朗普不想将美中关系彻底搞和 华盛顿的鹰派 绝对会想将事情搞和 北京方面 不可能不报复 否则没有办法向他已经煽动起来的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交代 所以按照现在的前逗趋势来看 美中断交的概率已经在上升着 至于和中国开战 可能是特朗普手中的另一张牌 这样有利于特朗普连任 我曾经在上文谈到作为战事总统 老布殊 小布殊 都曾经获得前所未有的高度支持率 而特朗普本人于3月13日在疫情中宣布国家紧急状态 打击之后通过了授权作战法案 美国总统身为三军统绘 本身有权力下令军队展开行动 但美国宪法规定如果要向某一个目标宣战 并且作出长期战斗 就必须得到国会的授权 中国官方应该已经看到 美中两国在未来三个月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也都看到了两国之间断交和开战的可能性迅速上升 他们当然想不到习近平在疫情之中和疫情之后 亲自指挥和亲自部署的一系列举措 会将美中关系带进这样的死胡同 最近中国官方的一些态度显示出他们的严重忧虑 外长王毅承认 美中关系面临建交以来最严重的挑战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峰 在《环球时报》看文 重启军事对话 中美最后的安全法 民众建议 为防止美军在中国周边地区拆枪走火 防止两国各种形式的军事冲突 两国现在就应迅速开启最后的安全阀门 军事对话 总之 在未来三个月里面 美中关系在断交和开战上的概率 都在急剧上升 无论特朗普是否连任 华盛顿鹰派对中共的强硬姿态 不会受这几个月的限制 至于美中一月份 达成的贸易协议 它的重要性在骤然下降 这一个是美媒的评论 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 我是赵梓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